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乡村气风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好了 可是却发现呢,肉吃在嘴里不像以前那么香了 是我们吃多了,感觉不到香味了,还是我们太挑剔了 看了下面的片子,或许您会明白 想找回过去的味道,急不得 这两位中药,一位是麦冬,一位是黄芪 据本草纲目记载,麦冬有着养阴、生津、论肺、清新的功效 黄芪则是义气固表,有着增强机体免疫力的功能 地里面这些绿油油的植物便是麦冬和黄芪 虽然这两种种药材吕寻达种了不少 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吕寻达并不是药笼 吕寻达种这两种药材,有它特殊的用途 咱们的70多亩地的药材不是给人测的,是专供人们黑猪使用 吕寻达是80后以前在驾校工作 2008年8月份,吕寻达和朋友合伙,开始创业养猪 到现在已经养了6年多 总同志包括建厂房和引进种猪和母猪,这块300多万 自达一开始决定养猪,吕寻达并有着清晰的养猪理念 那就是找回过去的味道 感觉现在市场上的那种猪,都是根本生长周期比较短 它们根本有添加激素食料在一块,对人身体特别不好 就想着根本养一批黑猪,生长周期让它比较长 吃了以后对人身体比较有好处的这种猪 吕寻达现在养着上百头莱雾黑猪 每头猪都是养到14个月再出来 之所以养莱雾黑猪是因为黑猪肉曾经给吕寻达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以前去泰安的时候,那时候在泰安尝过一次莱雾黑猪 吃的肉质特别的筋道,特别的香 感觉这个营养特别的丰盛 为了让自己养的黑猪肉质达标,吕寻达给黑猪们制定了活动计划 每天到猪圈外放放风跑跑步,是黑猪们的必修课 下一步,吕寻达给黑猪们还准备了跑道和泳池 也正是因为注重黑猪们的身体健康 吕寻达在黑猪们的锻炼中发现了问题 为了给黑猪们调理身体,从而得到更好的锻炼 最终使得顾客能够找回过去的味道 吕寻达和朋友想到了中药 这便有了那七十亩麦冬和黄芪 然后把这两种中药材以后,收过来以后晒干 晒干以后添加到食料中 像这个窄猪一般生长到三十斤以后 断奶以后,就通过我们自己研制的中草药 预防它们的哮喘了或者垃圾了,预防这种疾病 尽量让黑猪少生病不生病 吕寻达用中草药味大的猪逐渐闯出了名堂 那个像去年那一块,去年春节一嵌 那边跟我一共撒到是一杯死无石头 一杯死无石头小往了三个地方 一个是北京和南京,还有廖城地区 嗯,年嵌十二月匪,就是一个月的事件 这一杯独石头,全部给我们进入顶骨一空 通过给我们那个小笔子打过来电话 对他那个猪肉的评价,是给我们很好的 小树饿,给我们起车来玩,接近八十晚吧 阳年春节就在眼前 吕寻达用中草药养大的猪早已经被预定一空 找回过去的味道 吕寻达将继续在这条养猪之路上走下去 用中草药代替饲料,看似毒辟蹊径 其实呢,万变不离其宗 最根本的还是对健康生活的追求 对食品安全的坚守